大家好,我是明仙 四哥第一道的福建人 今天用鸡腿做好吃的 首先去除鸡腿的大骨头 刀挨着骨头把肉切下来 然后把它切小块 切好放碗里备用 放入姜丝蒜片 调入一勺生抽 料酒 13香 一小勺盐 然后用锁抓拌均匀 再腌制15分钟 鸡肉腌制好打入一个鸡蛋 倒入一大勺面粉 少许清水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使每一块鸡肉都搗上面糊糊 盘子里倒入适量的淀粉 把鸡肉搗上一层淀粉 搗好后放一盘备用 起锅烧油 放筷子有密集泡泡石 放入裹好的鸡腿肉炸 炸至电形用筷子翻动一下 防止粘连在一起 中火慢炸 炸至微缓即可捞起沥干油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3-4分钟 出锅放盘子里待5分钟 然后倒入鸡肉复炸2分钟 还用中火炸 把它炸至外表金黄酥脆即可 夹起沥干油 出锅装盘子里底部铺上一张油纸 再撒适量的椒盐粉 盐酥鸡做好了 外表金黄酥脆里面鲜嫩豆汁 吃一口芒嘴香真的太好吃了 比鸡米花还好吃 你一定要试试哦 太香太酥脆了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不喜欢也可以关注 我们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